她就假裝睡著 因為姊妹她在 那個張曉惠在旁邊照顧她 後來她老公沒多久也進來了 她居然就在她病榻的旁邊 恩愛起來 她在病榻的旁邊恩愛 妳知道那種痕嗎 她沒有睡 但是她沒有睡 最好的朋友來照顧她的朋友 就在病榻旁邊 跟她自己的老公 妳是說恩愛是到黑手的程度嗎 就是那種 對 就非常 非常 然後她說那時候她覺得說 她真的是 可不可以一刀把她捅死算了 因為她又不能 因為她裝睡 她等於完全就是等於是現場 對 要裝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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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居然躺在墳墓都要跳起來的 對 要裝睡 其實給大家看 Suzanna很漂亮的當時 你看這個是張曉惠 Theresa 這個就是Suzanna Suzanna很妖艷的 她是香港的名模 非常性感 她是香港的名模 對 其實剛剛各位有講很多 很多說什麼小三 什麼縣事報什麼的 我跟你講 這就是發生在 Suzanna身上 就是一個縣事報的故事 因為她當時是這個 Theresa介入她 等於是 那時候張曉惠叫張宣童 對 張宣童 可是妳要知道 Suzanna當年也是介入 陳耀明 這個是Suzanna 這就是Suzanna OK 這個是誰 我們剛剛講 這就是陳耀明 這就是男主角 白髮翁 她叫白頭老翁 因為她是一頭白髮很帥 但她的老婆Sabrina 等一下 有個Sabrina Sabrina 她原配 你不是說她是老婆嗎 沒有 那已經是 後來贏了 這個是原配 原配 原配 這個是原配 然後這個是得癌症的那個 對 她這樣子 就是原配都是跟老公 白手起家打天下的 做成衣 然後從這個 沒有 小企業做成大有錢的 然後老公頭髮白了以後 就去找別人了 你看 可是老公當時 這個Suzanna 還不是小三 她是小四 當時陳耀明是有一個小三介入了 小三介入 陳耀明動心了 可是動心的時候 又出來一個小四是 Suzanna 最後小三是沒有被結婚 小四是真的結婚了 所以遠配離婚是娶了小四 所以到張曉慧已經小五來了 對 所以剛講說 其實阿B那個時候戴綠帽子 真的戴得很慘 因為阿B當時後來有控訴 這是後來事後 我們大家都在控訴 離婚以後 阿B就控訴前妻的事情 這裡面就講到一段就是說 當時她最不能忍的是 因為她已經知道她的老婆 跟這個男生有狀況了 可是最不能忍 因為阿B後來破產了 她最不能忍的是 當時張曉慧 因為當大家都講 張曉慧張曉慧是個拜金女 一直大堆欠 他們後來負債兩億多港幣 很多單據要阿B來簽什麼的 阿B說她有一個單據 她簽不下去 就是一個 這個張曉 張曉慧 是跟她綠帽的這個對象 這個男主角對象 男主角對象 借錢 還有他們加後來 很多跟銀行貸款 保證人是這個男生 所以後來阿B也都不知道 都是她老婆在處理這件事情 她後來看到這些單據 她本來說很多單據 她反正當時講已經快破產了 家裡已經這樣子了 很多單據 她就像簽這個歌名一樣 給歌名簽信就算了 可是這兩張她簽不下去 一張是她老婆去借錢對象 就是所謂的客兄是不是 這種就是客兄 客兄 然後另外一個是 他們家跟銀行貸款 居然是客兄來做擔保的 天啊 我老婆讓我戴了綠帽子 我還得花錢把這帽子給買下來 這怎麼意思 這個沒有人可以接受吧 太誇張了 所以麥克的意思就是說 Suzanna也算是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縣市包 所以以前怎麼從 怎麼搶別人 別人就怎麼把妳得到 葳葳 妳什麼樣的小三最恐怖 就是這一集 大家得到公認就是 不要有手帕交 再來這一題就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不幸遇到小三是這三個 我建議為了保命你還是放手 快逃吧 例如太陽金星雙子座 是屬於亂來搗亂又囂張的 就雙子座都覺得說無所謂 反正到哪裡 譬如說她勾演姓王好了 就是說到哪裡 就說自己是王太太 然後辦一些付卡 想盡辦法 就做一些就是王太太 才會做的事 然後甚至於 都會幫她介入她的生活 幫她買一些衣服 香水 內衣褲 所以她屬於囂張型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張曉慧小姐的那個故事裡面 女主角就是雙子座的 真的就是 對 那以前 她那個樣子還才第三名而已 然後張柏芝也曾經介入 王妃跟謝婷公的戀情 所以張柏芝也是雙子座的 對 然後還有曾經有報導說 李嘉欣當年好像也是有曾經 介入過別人的家庭 李嘉欣以前麥哥講過多囂張 那個也還才第三名 所以遠離雙子座 所以請大家遠離雙子座 好 還有呢 太陽金星 雙魚的呢 也沒有她的 雙魚哥 這個剛剛那個 綁上露墊的那個 露墊的那個 姐妹濤 真的 很多的 然後悲情又可憐 然後裝得很可憐 楚楚動人 她手段更高是說 雙魚座也是太囂張 男人會反感 但是雙魚座呢 會常常掉下眼淚 就跟家常便飯一樣 哭泣是基本的 而且莊可憐就是第一名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她也會把男人的下半身 跟身形抚慰得很好 所以她的手段更高明 雙魚座好像永遠就兩泡眼淚 對 他們的強項就是這個 靠這個就可以征服世界了 但最厲害的就是請大家 她特別遠離太陽晶晶天蠍座的 男人的手段真的高明 能屈能伸 然後該哭的時候哭 該強的時候強 然後擅長以退為進 她就是把這件事 當成一個事業再經營就對了 所以遇到天蠍座 我建議大家都是遠離一點 那比較早期天蠍座的一人愛妮 就是林青霞小姐 當年也曾經好像說 介入過別人的婚姻 有這麼一段的報導 比較近期就是朱雅羅伯茲 就是她現在的老公也是她 當小生在搶過來的 對 所以這兩個天蠍美女 都可以印證說 其實天蠍座的手段真的很厲害 而且做到別人都不知道 男人心服口服 對 這兩個天蠍還覺得也不一樣 對 這三百元遠離 所以給我的心臟不要跟她說 11點大家早點下班回家 我們大家也都不要交朋友 搞不定 剛剛跟我來都吃掉了 是不是 我都沒有 我也都沒有 謝謝你們收看 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十點鐘 週天娛樂台新聞宇宙 晚安 拜拜